優酷站看錄像 因為這邊來不及給大家慢慢解說 那這邊第一場比賽要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的戰術布局 他真的是用劍比手喔 嗯 他沒有換 兩邊都有賊啊 兩邊都有賊 只是那個藍隊賊比較晚近啦 然後這個 兩邊一個是戰士開架 一個是 欸 一個是遊俠開架 他們那邊猶豫了一下是怎麼回事 然後中場這邊是 欸 中場是一個遊俠先上點喔 然後並且 對方是一個幻術 幻術 他在定一個幻術 那點上目前打得非常激進喔 這個 兩邊成員都是在這邊混戰當中 那並且工程師剛剛是 原本是往後退了一下 原本想回家幫的樣子 但是這邊又回到了中場 那並且就是 這邊 這個工程師被擊毀很慘 他直接開出一個縮小藥 然後剛剛是被一個幻術定身 這邊持續在丟著手雷當中 可以看到他手雷就是一直往腳下丟 因為對方一直想要貼他 然後變成幻術剛剛一直對他進行爆發 結果 剛剛這個 幻術也是開出一個群體隱身 然後並且他有放一個傳送門喔 所以等一下如果情況不好的話 是可以利用傳送門直接傳走 那變成這個盜賊直接被這個幻術一波爆發給帶走啦 然後一個瞬移瞬上了高台 你有看過Major刀哥玩劍比手嗎 沒有 我好像沒看過 沒有 他是不是會忘記換武器啊 應該 不會 我不知道耶 但是 他這個 確實有點 有點問題啦 因為一般來講劍比手的 比武的不是這樣 雖然說用偷切比武的玩劍比手 也是可行的 因為偷切比武的太強了 對然後結果剛剛加里這個戰士跟CAD是雙雙倒地 結果這個工程師是回家幫忙把盜賊終結掉 然後就是終於穩固了加點 所以雖然兩邊的分數還是非常接近很焦灼當中喔 那中場現在仍然是一個開白狀態 然後並且守護在點上是遭受了很大量的AOE攻擊 然後所以說他現在血量抬不起來 然後並且這個遊俠也是狀況很差喔 這邊他的大靈是還沒有進入CD 所以說等一下是可以招出一個大靈 因為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兩邊的遊俠一邊有招大靈 一邊沒招大靈 他們的這個血量的回復就會比較有差距 所以說他這邊大靈也是招出來 那並且這邊是即將倒地 他剛剛有沒有踩大靈 有 這邊成功的把大靈把自己救起來了 而且剛剛根源的目標是在對方的大靈身上 而且他有機會放一個短攻武 但他沒有斷 嗯 這邊是成功的把這個對方的大靈給殺掉囉 所以說雖然兩邊都是沒有一個大靈的狀況 並且這邊守護狀況很差在這邊中間倒地了 那是嘗試在終結他就被彈開了 然後並且成功把他救火 但是他身上仍然是有很多症狀 那因為他帶的不是聚能器 帶的是盾牌 所以說他解症狀的能力會比較差一點 這邊又是再度倒地 那並且他的隊友也是為了救他 這邊其實狀況也是不是很好 然後並且成功被終結掉 但是剛剛這個紅隊加點是趁機的被盜賊給開白了 所以說目前兩邊其實還是一個很膠軸的狀態 然後並且這邊5 gauge也是有點危險喔 這邊交出了一個補血 但是身上有個五層的流血在跳 那這邊持續利用手雷在做丟直 但是即將倒地 這邊倒在了點旁邊 然後並且來不及撤退了 那這個藍隊的成員是回家趁機要把加點開回來 所以說他們現在是一個可以收兩邊點的狀況 但是由於對方結束了一個中場會戰 所以他們是決定要來回防自己家裡啊 那自己家裡目前現在是一個藍隊的狀況 但是如果 這波其實就是要看Kensuga可以撐多久 對 但是他沒有帶聚能器 所以說他對 而且他剛才被Cade被刺的血 對 所以他的血量是掉的比較快的 而且他罩子還沒吸好 這邊直接開出了無敵喔 那現在Cade好像是 準備要來抓對方來支援的人喔 就直接 因為他們其他的人是在中間buff點做一波交戰 但是終點要被Magic打開啦 對啊 這個 感覺紅隊有一點失誤啊 紅隊他們其實剛剛回防的話應該是可以 我覺得他們如果 就是多一點人回防應該是可以把Kensuga殺掉 對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有一個人去 就是留宮城在高台上面 在上面這個高台的地方 然後對於中間buff做一個手雷的騷擾就好 然後其他三個人直接把Kensuga秒 對 結果他們殺不掉他 然後讓他的隊友來支援 然後這邊反而是K的先行倒地 這感覺是一個大失誤 而且又讓中場被盜賊開擺 所以說目前看起來 這個藍隊是情勢大優啊 那這邊守護倒了 但是被這個 就是隊友把盜賊給終結掉 那並且這邊 這個攻城師也是血量很低用 我和其終點還被 buff還被開掉啊 這這倒是怎麼回事 這個紅隊可能默契不是那麼好 就是藍隊他們是一直都是 在一起的這個組隊的喔 那紅隊算是一個新成立的一個隊伍 那並且這個盜賊現在是在遠遠的利用短攻 在點上進行AOE傷害 那點上現在只有一個攻城在撐啊 所以說也是撐得有點難受 這邊是選擇兩個人直接現在要撤退 那反正他們是 撤了很聰明 對他們有兩個邊點 那但是這個家裡是被工程給開白了 那但是他們這樣回縮 其實是可以把這個工程給收掉的 沒有問題 工程現在血量也是有點低 直接開出了一個縮小 然後選擇撤退 那遊俠就是可以持續把點讚回來 但是現在遠點也是被開白了 那這工程看起來是有點撤不太掉 但是 嗯 還是成功的跑掉啦 並且這邊這個盜賊也是狀況有點不太好 所以是選擇撤退 那他們現在是要往遠點來做 就是 幫助啦 因為Cade也是又倒到了遠點 所以說 有一點 那個守護加戰士 對方也是守護加盜者 紅隊是守護加盜者 藍隊是守護加盜者 可是好像守護加盜者 那邊打得比較辛苦 對 而且肯主打他那個罩子 剛剛也是 就是 成功的守護住那個點啦 那現在點上只剩下一個守護戰 但是 他們的傷害也是 比較殺的沒那麼快啦 但是還是可以把這個守護帶走 那帶走之後 這個藍隊又是一個 兩個編理狀況 那這邊時間已經快要來到8分半了 等下8分半 的時候 這個水上水下兩個buff 就會同時生出來 那這邊盜賊也是成功的被隊友給救活了 那這邊Cade現在是打算要來點上支援隊友 那 這個 戰士可能就會有點危險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水下 目前是守護加上工程師 然後水上的話則是 這個幻術 幻術跟工程 我覺得水上的話 感覺這個 水下 可能會有一些麻煩 因為工程其實是 可以殺手 對 但是這個Cade他們也是雙雙在這個加點倒地啊 所以說 藍隊等一下可能會比較有支援過啦 嗯 這一波損傷很傷欸 紅隊這一波死了 等於說 你等一下buff要擋 就是會擋得很辛苦 對 那這邊水下是2打1啊 對 所以說這邊可能還要打一陣子 那水上的狀況則是這個 那個幻術看起來血量比較低喔 這個可能會打不贏這個工程師 這工程師可以說是 美幅第一工程啊 然後 然後他隊友是趕過來支援啦 所以說這邊情勢也是很難定 美幅第一間工程師 對 然後那幻術是倒在這個buff那邊 然後並且持續用手雷鏡壓制 那他剛剛隊友不是趕過來支援怎麼又不見啦 那個 他隊友是跑到水下去啦 所以說這樣子他 讓工程師直接free拿到這個buff 然後並且他又趕往院殿支援 如果以下的這個分差 藍隊還兩個點然後還拿到這個buff 就走遠了 走遠 對 那這邊CAD也是被工程砸了幾波手雷 有點狀況不太好 這邊交了一個Shadow Refuge 那並且紅隊是集結一波打算 想要把自己家裡拿回來喔 但是目前可能來不及了 這分差有點大 那現在CAD也是在高台上利用短空做輸出 那並且戰士血量有點低喔 這邊可能是需要幫忙保護他一下 準備要倒在點上了 用了一個大錘F1 暈了一下喔 那工程很快在旁邊救他 也是用了一個Shadow Refuge造了他一下 所以說這邊也是成功的把戰士救火 那雖然說大家的血量看起來不是很穩 但是對方其實已經有一個守護倒地 這邊成功的把他 欸沒有終結掉了 差一點直接把他屍體DPS到死喔 那所以說這個點看起來紅隊也是沒有什麼希望了 那中場現在盜賊是過去跟遊俠做單挑 變成遊俠血量很低啊 欸 這邊可能要被CAD收掉 欸不是單挑喔 他們是兩機友兩機友在打這個根眼 那中場看起來應該會被這個 這個紅隊 欸沒有他們現在結束了原點的會戰之後 趕過來終點支援 所以說這個藍隊現在應該是拿下了第一勝 我覺得關鍵點還是那一波 就是在八十幾分 雙方八十幾分的時候 然後那個紅隊 紅隊打贏了一波終點的會戰 但是他們卻沒有把那個優勢給擴大 他們沒有全部去壓那個肯蘇達 讓他在點上活了 他其實一開始被CAD打到一波他其實已經有點傷了 結果他們沒有持續在追擊他 而且那時候CAD在猶豫 他一下 那波真的是有點奇怪 就是我覺得紅隊整個調度出現的問題 就是他們那時候花了兩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三個人擋BUFF 三個人擋BUFF 然後結果 三個人BUFF最後還是 居然還是被藍隊拿走 對他們應該 然後他們花了三個人擋BUFF 然後兩個人去打Kensu打 然後後來再次去志願Kensu打 所以那個點是2打2 然後BUFF點是3打2 對 然後 MagerTower偷偷把 把終點開白 然後結果 他們3打2那個點 照理說應該要拿下來的 結果也沒有拿下來 結果終點被開白 兩個邊點是藍隊的 然後 最後BUFF又掉 不懂為什麼 而且那時候CAD他打 打一打之後他猶豫了 你知道嗎 他一下在那邊晃了晃去 然後後來又跑去打那個 後來進來的 戰士 他們一開始應該 應該至少派三個人去把Kensu打秒掉 就比較穩 然後秒掉他之後 對方少一個人 他們可以 在BUFF那邊又會打得更好 就是 多大少 在BUFF那邊會取得更好的優勢 他們就是 就是花了太多人在那邊分散 就反而兩頭空 就還蠻可惜的 那這邊就是恭喜這個 藍隊是先取得了一勝 的 目前来讲缩小药剂会比较泛用 是因为那个就是药剂R 就是那个可以救人的那个药剂 它现在没有解晕的功能 所以说当对方 而且也要施法以前不用 对所以说目前来讲 带缩小药剂比较泛用一点 因为你那个Elix R也是需要一点时间作用 那如果对方一大堆控场的角色 像是你看这个 一大堆什么工程啊 盗贼啊战士什么的 你如果不带缩小药 带那个救人药剂基本上就会 没办法解晕 就会被击活的比较残一点 所以说目前来讲都是带缩小药 也可以不带解晕的 但是在这种顶尖队伍 我就不带解晕啊 在这种顶尖队伍对战你还敢不带 敢不带啊 为什么不带 大不了被击活的脚开开等死了嘛 大喊一声 然后就死了 大喊一声我错了 我该带解晕的 大喊一声小空救我 然后就死掉了 所以我要死了 然后我就跟你说拜拜 什么东西啊 讲Five Gage 特别讲一下Five Gage的加点 它其实这个加点是它 我看到是它第一个优先使用的 然后就是双枪 其实 好像也不是耶 好啦不管了 我们这边是不是要再介绍一次比较 那首先看到蓝队 蓝队的游侠 它用的是Forge符文 武器方面是短弓 配上剑笔手 用的是Carrion 像练Rabbit的宝石 特性方面是010 30 30 0 再来是守护 等一下我讲 听一下我讲一下这个 就是美服的游侠跟OFive游侠 他们喜欢的加点 其实不太一样 虽然都是0游侠 就是第三排跟第四排是点满 但是OFive游侠喜欢点 第一排的试点 然后点出那个 宠物上的症状 演唱事件 就是Five Gage 这个控场会更久 然后但是美服游侠 你可以看到 包括红队的那个Tanny 跟蓝队的这个Gain 他们都是点了 第二排的试点 那第二排的试点 就是当你被暴击的时候 不管是多大的伤害 只要被暴击 就会出V格 那这个就是 让他的方果比较多 一个算是比较偏控场 一个偏紫宝这样子 对 那我们这边看到守护 守护用的是搜酒符文 武器方面是法杖 配上锤盾 用的是木屑项链 八八人的宝石 特性方面是0010 30 30 再来是工程 工程这边用的是 Adventure的符文 武器方面是双枪 配上Rabbit的项链 Karen的宝石 特性方面是30 10 0 20 10 再来是盗贼 盗贼这边用的是 这个Lisa符文 武器方面是短弓剑匕手 用的是Berserk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 10 30 00 30 他真的打的只能用剑皮手 然后玩头切太多了 对 他这边战士 战士用的是Lisa符文 武器方面是大锤长弓 配上Berserk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00 30 10 30 再来是红队 红队的工程 他用的是Nightmare的符文 武器方面是枪盾 配上Rabbit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35 0 20 15 再来是盗贼 嗯 哪 因为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讲一下这个工程 因为他上一场 他在第一轮的比赛 他是带那个 没有他第一轮换成战士啊 蛤 这工程在第一轮里面 他是用药剂R的 哦哦哦是 哦好啦 嗯 所以他最后一排点15点 我可以 就是 本来如果你带药剂R的话 最后一排最好都是点15点 因为你在血量25%的时候 你会重置你的腰带技能 那 等于说你 你可以一个 丢给队友 然后一个丢给自己 等于说 施加像 类似像这样子 他忘记换特性了啦 对 所以我就是要讲嘛 嗯 蛤 对啊我说他忘记换特性了 你继续啊 好 就这样 呵 对啊他就是忘记换特性了吧 一般你是如果是带缩小药剂的话 最后一排 其实不需要点到 15 15 对 可能把这个5点挪去 第二排那个10点 会更好一点 嗯 或者是第二排不要点 然后点满第四排 然后点满第四排 OK 那这边看到盗贼 盗贼他用的是巨魔符文 武器方面是笔枪短弓 用的是Berserker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1030 0030 再来是守护 守护这边用的是搜酒的符文 武器方面是锤巨能器配上大剑 用的是牧师的项链 换上八八整的宝石 这个大剑我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换 肯定会换 哈哈哈 然后特性方面是0010 30 也许他就说哥就是想用大剑 你管我 然后再来这个 幻术 幻术用的是Lisa符文 哈哈哈 没有啦 幻术用的是Lisa符文 武器方面是大剑 配上剑巨能器 用的是Berserker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20200030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游小还没进来 那游小的话 他的特性部分是010 30 30 对 然后武器是 呃 斧头火把剑笔兽 Carrie 他是Carrie Carrie一下 呃 那这边就等一下喔 这个双方成员还在进场当中 等一下这个决赛 想一下这个蓝队这个5G这个工程 这套加点有什么 其实如果有看 嗯 显国服测试的时候 你是用这个双方 嗯 对啊 一样还是有点不一样 一样啊 没有你 但是你会出那个V格 对不对 他没有出 我看状况出 反正他这个 加点的话 他主要就是 他会远远的一直用手 雷炸 你会看到他一直在远处 然后一直用手雷打 炸 然后 不太会进场 对 然后 关键时候会把 比如说击火的目标 用扳手5号 拉回来 然后再靠一个三 对 再打一个三 但是 因为他的手雷 他强化了 等于说他第一排都 都跟手雷有相当的关系 他第一个特性点是说 你爆炸的时候 会有机会造成流血 那这个爆炸 手雷砸下去 当然手雷本来就会爆炸 所以手雷 不然 你在笑什么 是我的说法机 你知道吗 没事 来来来 你在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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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笑手雷 不然就会爆炸 好啦 你赶快继续讲 然后 重点是 你在视频上来看 他的 机率只有15% 但是 实际上是这样 他的每一颗手雷 是分开算的 然后他一次会丢出三颗手雷 因为他的那个 大师脸特性是 那个子弹兵马 你的手雷 攻击距离 增加300码 并且 多丢一颗手雷出去 所以他一次 投三颗手雷出去 那三颗手雷 每一颗分别都有15%的 几率 会造成流血 所以 你就这样理解好了 他丢一次手雷 有45%的几率 会造成流血 嗯 是这样算的吗 几率是这样算的吗 应该是吧 我没有那个 数学比较好的朋友 能告诉我 是不是几率 是不是这样算 对啊 15%加 不对啊 这是分开算 是分开算 应该还是 10% 他一次丢三颗出去 好啊随便 如果这三颗都 中了敌人的话 一颗是15% 那同时都丢中 是不是 等于说他的期望值 是40% 对但是你要三颗都丢中啊 他不一定三颗都会丢中啊 他不一定三颗都会丢中啊 对啊 可是大致上是这样 大致上是这样讲 OK 好好 然后这边 这边 这边 这个红队的战士进来了 诶 他本来就进来了吗 他用的是 红队的战士是蓝队的人 哦 可以的跑过去蓝队的人 对对对 唯一没有 唯一没有讲到的 应该是红队那个游侠 天妮还没有进来 这个 没有我有一个人没讲到 因为刚刚 天妮还没进来啊 好 还是他那个战士也没讲到 战士也没讲到 可是他们现在队伍乱套 所以 你有要让我先讲完 嗯 你先讲啊 请请请 好我已经讲完 我 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反正他带了双枪嘛 所以他带了双枪嘛 所以他带了双枪的话 他的第二排时间 就点了 减少那个 手枪技能的冷却时间 减少 手枪技能的冷却时间 手枪技能的冷却时间 对啊 然后他的 两把枪的技能的冷却时间 都会 因为这个特性的兽益 对 OK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红队的游侠 他用的是 Forge符文 武器方面是 斧头火把 剑匕手 用的是 Karen的项链 Rabbit的宝石 特性方面是 零食 三十三十零 OK这边 第二场比赛 应该等下就要开始咯 就大家在讨论什么 那个 数学问题啊 然后 其实 这两个工程 他们带的通用技能是一样的 就是他 带手雷包 板手包 以及缩小药剂 但是他们 武器上面 武器上面 一个是用枪盾 然后一个是用爽枪 可是其实 怎么讲 我觉得 枪盾的话 配 炸弹包 我自己是 比较喜欢配炸弹包 因为盾 毕竟还有一个 Blessed OK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蓝队的 战士 他用的是Lisa 符文 武器师大锤 常攻配上 Berserk的项链 特性方面是0030 1030 那这边两边成员都到齐了 所以第二场比赛 很快就要开始咯 这个有人说twitch跟YY不同步 是因为twitch那边 我们有设30秒的延迟啊 因为我们播 国外的比赛 必须要设延迟 那YY这边 因为没办法设延迟 而且这个 国外的观众 应该也不知道 YY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就不用了 那这边 第二场比赛开始咯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开场的一个战术布局 我这边肚子好饿哦 然后两边的盗贼 都是从侧门出去 诶 这个盗贼他只是在侧门观看 那现在才下去 那变成工程师也是 这工程跟盗贼 就是直冲对方家庭 就是在这边 被抓了一波 这个 这个蓝队盗贼 被损伤惨重啊 然后这边持续利用转弓 但是对方盗贼 诶 这边是假的哦 他们说要restart 哦 跟眼说他lag 就是这个 这个 蓝队的游侠说他lag 所以说这边要重比哦 所以说这边大家就是稍等一下哦 亏我刚刚在那边看 他们两个盗贼在那边抓 感觉很high的样子 你看特的心机多重 对啊 他在上面先看 嗯 先等 先隐形先等 盗贼就是要这样子 难怪我盗贼都玩不好 因为我太没有心情 难怪我盗贼玩得比你更不好 因为我太正直可爱了 是因为一直睡影会迷路啊 可是 我就直接把你无盗贼玩不好 命运讲出来 因为一直睡影想后会 搞不清他家到底在哪里 你很坏耶 这个鹿吃错了吗 鹿吃也是要有玩盗贼的人权的啊 我可以玩都没有瞬移的盗贼啊 什么盗贼没有瞬移 我可以玩双短弓盗贼啊 双短弓盗贼也有瞬移啊 盗贼就是瞬移 他那个瞬移我不会迷路啊 那个他不会回来啊 怎么不 我可以玩双短弓 永远一直翻滚道贼 当Bunker 手终点 Twitch的直播地址 那个你贴一下 我怎么在流木油啊 你是老人吗 昨天 没有睡吧 小空昨天是很早就睡了 你们猜猜想说昨天几点睡觉了 你要不要自己讲 哈我九点啊 九点就睡了 哈哈 欸我最近就是 就我前一阵子身体不好 所以说我现在都早睡早起 我现在觉得我整个人都精神好了 所以说大家要跟我一样早睡早起啊 这个早起看我直播不是很开心 我最近早上起啦 我都六点就开始直播了 直播到十一点半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跟我一样 早睡早起 早起看小空直播多开心 有人帮我们算出来是不是 是原来正确期望值是39% 太感谢你了 这期望值也太屌了 所以 所以那个 其实不是 是 如果以手蕾来讲的话 那个特性点 不是15% 而是39%的期望值 太棒了 感谢大家 这个twitch我刚刚有说 twitch有设30秒的延迟 所以说这两边不同步是很合理的 那如果你要看歪歪 你就是看歪歪 你看twitch就看twitch 你两个一起看就会搞得你自己昏头乱象啊 那个twitch的延迟是Azor规定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调整 我们可以调整但是不能调整 对反正就是要有延迟对 这个游戏的装备都不用担心会有冲突 因为他的打副本调的东西是一人一份的 所以说不会说你什么中假太多 大家会抢装不会 你就是看什么直接开心玩什么直接都好 对就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说我最近都是早起给大家直播 然后早上 诶怎么了 早上会给大家播一些PVE的部分 那大家喜欢PVP的话就是可以等下午看CCE直播 所以就是早上我会播的比较随心 就是大家早起就是边吃早餐边看我直播的很 恰意啊 然后 恰意? 笑屁 诶你们还打我啊 打爆啊 这边比赛要开始咯 我们看到这个盗贼一样在侧门 就是等待咯 那并且蓝队是没有人从侧门出来 就是你在抓我啊 我不来给你抓啦 然后他们现在是往中山柱移动当中 然后并且盗贼现在打算一个人 要直送对方加点 然后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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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是 健美贼啊 他要怎么gank OK 这边他们是都往中山移动啊 然后并且 那个Cade的盗贼也是过去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在这边单挑的状况好了 他被一个大锤舞钉住就 Major Tucker回来帮忙啊 对啊 我说他刚刚原本往中山移动 可是他自己血比较少啊 怎么发现 所以他被 也要被死 他要死了啦 他现在顺回上面 这 这 Cade啊 啊 要死了要死了 剩下500滴血啊 差一点 那中场的状况 中场可以看到 红队的守护这边状况很差哦 那他现在是在台下面回血当中啊 并且补血CD好了 那点上这边盗贼仍然是在场上做一些输出 但是他血量有点低哦 并且是试图把对方大链给打死 所以说现在目前是一边有大链一边没有大链的状况 那点上目前守护也是被集火当中哦 那他这个补血也是快CD好了 并且点上的游侠跟盗贼也是血量非常残哦 这边这盗贼剩下700滴血啊 然后交一个补血啊 并且游侠是顺利的死在点上 那并且直接被擦掉了这个大宝箱砸下来把他砸死了 然后并且这个Cade这边也是血量有点低哦 所以说他现在是在外围利用短攻进行输出 那点上的守护这边可能要倒 所以说这一场会战目前看起来 因为他们多动用了一个盗贼去做防守 然后并且他虽然说去防守 但是他被打到血量很低 所以造成他们中场的一个崩盘 那这边这个幻术也是倒在了这个下面 这幻术运气太好了 他自己在救啊 然后并且队友也是过来救他 成功把他救活 然后并且红队倒成人 也不是抱歉 是蓝队倒成血量 仍然是抬不起来 所以他这边是选择撤退啊 那幻术怎么回事嘛 他被MT收掉以后 结果他用那个分身嘛 分到那个楼梯下面 然后MT一时之间没有找到他 对 结果可以在这边找 过来找游侠单挑 被游侠收掉啦 这个 他是不是真的不会打游侠啊 这跟大家讲一声 这个 美孚第一道贼 跟小妹我的游侠单挑 也是被我打死过啊 呵呵 然后这边他们是选择 就是撤往这个圆点喔 就是他们是直接放掉终点啦 臭屁 啊我是说真的啊 他 不要啦我知道是真的啦 对啊 所以说我在想 他是不是比较不会打游侠 但是他不会打游侠 还硬要来找我单挑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边他们过来之后 结果 他是不是想找你摇摇贴曲曲就 等等之类的 然后没想到 你看到他就说他一直 只好打游侠 哪有啦 哈哈 哈哈哈 就这边刚工程一过来就直接被打死 然后被终点掉 变成守护也是打在点上 所以说他们虽然说赢了中场会战 但是他们过来这边支援感觉 打得不是很好啊 跟上一场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对啊 就是 他们打赢了会战 但是 撤退 就是 压的时机都抓不好 然后 就直接过来送头 他们刚刚是直接送了 送了好几个人啦 然后 变成Cade这边是成功被救起来 但是 点人是蓝队的 所以说目前红队就是有一点 分数上的落后 然后并且守护状况有点差哦 然后他这边是开了巨人界5 打算撤退 然后并且幻数也是血量很低 这边被收掉啦 所以说红队现在是打算撤往中间做一个 羽固 太惨了 他们是不是不会转点 打赢中团的队伍会 会压到对方架了 然后压到灭团 他们也不是灭团 他们是一个一个送头 回防 回防到灭团 对啦 然后这边Major Token血量有点低哦 伤了很多症状 然后并且大招在CD当中 所以可能会倒 那他这边Share RefugeCD好了 开出Share Refuge隐身 然后是成功的活着了哦 那并且看一下Cade哦 Cade在这边家里跟战士 欸对方家里跟战士单挑 那他刚刚是顺利的把这个点开白了 那这边是远远的用手枪 然后进场 结果被战士捶了好几下 这边放下了自盲圈 然后开出了隐身补血 然后并且开出石化 结果对手我是过来 欸 Major Token过来接石化啊 他真的是感觉整场被Cade的智商性击倒 真的被压制得很惨 但是这边由于他过来帮忙 所以说这个编点又是被蓝队拿了下来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 嗯 蓝队他们现在是打算要绕一个后方 绕一个后方过去 那这边5gage是打算要先吃个boss 但是Cade在附近 对 这边可能有点危险 这可能会被偷 因为你跟盗贼这种 顺发伤害那么高的职业一起抢 那个boss的最后一下 通常都会抢出盗贼 可是他们现在有两个人 对 应该可以先把Cade收掉 结果 被偷了 boss被偷了 他掉这5分死啦 他帮队赚了25分 然后掉这5分 太死了 可是他还要独秒 OK那这边是往中场移动当中 然后看一下对方加点的动向 这个Major Talk死在Share Refuge里面 那并且幻术 幻术也没办法对岛地有什么压制啊 就是他 他对于隐形的目标没有办法进行什么压制 所以是成功的救起来 但是守护为了救他也是付出蛮多的代价 这边血量不太好 那并且技能已经都进入了CD当中 那现在两个点都是被开把状态 并且中场可能要被5Gate站下来了 那并且家里现在是战士打游侠 所以说也是有一点优势 那并且这边这个守护是被带走 然后应该是成功被终结掉 所以说红队这边陷入了很被动的状态 而且他们现在游侠在家里打战士 然后并且这个工程 他把终点站下来之后 然后回来帮这个战士 所以说这个游侠他是用剑二两段打算逃跑 但是被一个定身定住 这边交出了补血 并且持续利用剑笔手闪招 然后剑二两段CD好 这边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撤退 但是工程在后面是一直死命的追他 所以说他这边可能要被带走了 被一个这个扳手拉回来 然后接一个这个 接一个困惑 然后用一个缩小把它终结掉 所以说目前这个 虽然说他们原点输了 但是他们可以守两点 目前分叉就还在一百多分的一个状况 那5Gage他现在在追击CAD 但是有人要上点 所以他也是有察觉到 这边往点上过来 然后便用了一个拉把这个工程拉了出来 那工程直接开出一个缩小要剂 然后这边守护跟中程也是上了点 上这个5Gage直接开出了大折扎在点上 所以说目前他应该还可以支撑一阵子 然后队友也是复活赶来中场的一个状况 那终点仍然是还没有被开白 然后并且这个战士也是上了点 所以说这个蓝队目前看起来也是蛮稳的 那这个红队游侠是趁机要去把对方的点开白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就是加点会被开白 但是中场因为CAD已经被抓掉了 所以说中场目前看起来对蓝队比较有点优势 但是这CAD是在隐形中自救啊 所以说这边工程终于发现了 然后对着他的尸体砸手雷 变成砸到这个守护也是被砸死了 所以中场目前红队是一个快要被灭团的状况 守护其实是被Utoker砍死了 两个都有啊 然后这个幻术开出了群体隐身哦 打算要撤退 那边点目前他们因为结束了中场会战 所以说现在过来是一个二打一的状况 那幻术也是赶快当中在战士紧追着他在他后面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这个 Henge点应该又是会被蓝队拿下来 并且这边工程师想要用一个拉 就是把这个MT拉出去 但是他用一个翻滚闪掉 所以说还是把这个迈点开白 但是这边Kate复活了 所以说Major Tucker在这边现在状况有点危急 他是交出了一个share review 隐身但是要死啦 这边...哎呀 为何Kate的被刺种是这么快这么久 因为他找菊花特别快 他是...他跟Tanny是好基友你忘记了 你讲...你讲话怎么Kate这么张吗 这是我们认识的小朋友吗 我被你传染啦 其实... 你别怪我 其实刚刚讲话是剪造狂魔 他用变身器讲的话 那这边... 哎呀... 这边... 没有偷到 然后这边... 这个... 5Gage也是在打Boss喔 这边打掉之后就... 差不多又要获胜了 其实网路好啦 就Major Tucker刚趁机把那个点开摆啦 他在三个人的状况下把那个点开摆是怎么回事 他们已经没有战役了是不是 OK 这边就恭喜这个... GoodFights也是取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啊 谢谢观看 Exact